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的这种人长起来以后呢 终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可以不用管它 第二个就是蜂蜜型的 蜂蜜型的东西呢 平时呢这个眼里头就挤 有些蜂蜜型东西呢 白的一些粘稠的东西要出来有味 这叫蜂蜜型的 蜂蜜型其实有些时候 如果要河边挤压以后呢 就出现感染 感染的型呢就叫说 我们眼周围出现红肿 化膿 或者是有时候感染型 有些时候发现早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局部用药 或者一些口肺效应 它可以慢慢地控制住 如果要是有些时候 出现晚一些 或者就诊不及时的时候呢 我们感染重的时候 可能要需要我们 要切开饮流换药 治疹完全好了 这叫感染型的 感染型和蜂蜜型呢 其实在临床上它是交替的 一般蜂蜜型的孩子就容易出现感染 感染 这两性呢 是我们 不过令人的孩子就不合适 不过令人的孩子就不会出现 不过令人的孩子就走着了 不过令人的孩子就会从那么肯定 但是我们就会被创立了 就是这个症状 有时候 真的要想到 那还是小似义的孩子就不会跑掉 就会用一点某 F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